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always visible always on 总是持续可见 持续在你身上的 所以希望大家知道了它的重要性 然后之前那个苹果表首发的那一天 听说好像中国市场第一个小时之内就下空了 然后我觉得大家购买力也是十分的可怕 不知道使用感受如何 设计师们我觉得如果你没有买的话 可以先去店里试一下 因为特别是你有iOS用户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先试一下这个产品 这个对工作上也是有需要的 不一定要买了 但是可以去玩一下各种 特别是三星啊 Windows还有那个LG的 还有苹果的 好了那今天这堂课讲什么呢 讲YMobile 也就是为什么为移动设备设计的理由 今天的话基本上要从一个非常高的大历史角度出发 会有一些比较无聊的数据 但是是一个很好的支撑理由 也就是当你以后面对客户啊 或者产品的时候 你用什么理由或者是什么样的数据背景 去告诉你的客户 告诉你的领导 或者是告诉你的同组人员 你为什么先要为mobile设计 那这边的mobile包括了smartphone和tablet 也就是智能手机 还有那个怎么说平板电脑 也就是说可携带的那些小屏幕都算 好了那就开始吧 首先给大家photo帮明一些比较老的照片 第一个呢是雅虎中国的首页 中间是这个我觉得大家如果认识的话 应该年纪也不小了 就简直就是怀旧的东西 然后是icq 也就是oicq的前身吧 然后最右边的是msmessenger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回想到 这些都是1998年到1999年之间 这段时间的设计 以及我觉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比如说我会使用的一些东西 然后messenger已经是阵亡了吧 然后现在messenger代表的就不是msn了 现在messenger代表的是facebook messenger facebook有个新的app 就是facebook把他的app批开来了 就是他们有一个fb就是facebook的一个app 然后加上一个facebook messenger 然后这个messenger现在能发钱 也是一个新的全新的设计体系 我觉得大家可以找一些那个就是pattern 特别是UI设计师可以找一些pattern去看 因为这个是最新的一套设计系统 所以我觉得大家看一下他们的界面是怎么设计 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不止发钱 它本来就是聊天的软件 然后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些呢 就是说其实互联网在我们身边存在真的非常久了 大家没有办法想象已经超过30年以上了 这个互联网整个媒介的媒介的重心已经开始改变了 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关于pc界的一些互联网界的一些数据 因为我是伪艺术家 要用科学来说话 是不是 好 这边是一张global sales的表 我要慢慢的把它连起来给大家看 这个是全球的 不是光美国的数据 然后我们就从15年开始 15 million的销售量 然后这边就也没什么 然后到2000年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 就是千禧年 2000年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耳朵们有没有就是足够大记的那些事情啊 其实我也不记得 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事情叫.com bubble 也就是一个泡沫了 然后那个时候互联网整体崩溃 也就导致那个时候pc的就是销售量是往下的 那个时候很多人失业了 不知道我们现在会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如果发生的话也是非常惨的 但是当时整个大环境是重生的 大家可以看到是继续往上跑的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 因为重生的话没有重生也没有今天我们这些工作啊 我们不知道会干嘛 可是到2014年的时候大家看到这个下降 这个坡度可是比当时的tech bubble更加厉害的 然后这个drop是很严重的drop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14年发生了什么 这个是2014年 这个就我觉得大家应该猜得出来啊 以后我不知道啊 但是14年的时候下降的非常厉害 那我现在呢要把这张表切得比较小一点 因为我有数据上放不下 还是刚刚一模样的图 只是从07年开始它有一个分界点 也就是从1995年到07年的话 这些都是pc的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虽然这边有下降 特别是14年这边有下降 1415年这边有下降 但是总体还是往上的嘛 但是07年有个什么玩意儿出来了呢 这边我说的就是mobile smartphone 加上tablet 07年的时候是第一台iPhone上市的时候 那个时候增长还是很小的 但是到09特别是14年的时候 它的销售量已经到了 大家屏住呼吸 超过这张表了 已经超过1000个明年了 大家可以看到对比图了吗 也就是大概1415年的时候 有个交叉点 临界点 这边可能不太准 但是它有个临界点 就是说你的老板或者是你的客户 来找你设计一个新产品软件 什么之类的 大家可以不用考虑网站了 我不是说完全不用考虑 但是从这个traffic和sales来说 先为smartphone tablet mobile设计的重要性非常可见 因为大家都在用那个啊 你如果把很多重心放在网站上的话 就没有意义啊 而且这个增长是鬼一样的增长 这个才几年的增长 已经超过PC 这里是400每年 已经超了2.5倍以上了 这个是一个 这是真实的数据啊 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 现在的整个mobile的使用的环境啊 和traffic这个量 是一个怎么样可怕的数值 然后这边呢 是一些从2011年开始到去年为止 把自己整个设计的重心 从web shift到 mobile的一些公司 那11年的时候 Facebook就开始做了 12年Twitter Google Plus 13年Amazon Yelp 14年的话 LinkedIn和YouTube 然后我这边基本上指的都是外国的 不好意思 都是美国的公司 因为这边数据我比较能查得到 然后我觉得如果中国的话 我比较有兴趣想知道的 肯定都是会一些支付宝啊 然后马云那些阿里巴巴之类的 新浪微博啊之类的 微博是2010年 微博就正式launched 然后我不知道它这个traffic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但是基本上我这边举的一些例子是非常典型的 把自己的设计中心 包括也不是设计中心 它整个traffic从web整个就转移到了mobile 就是大比重的转移 那这种肯定都是超过50%的user 都是用mobile 所以他们才会有做出这样的相应的改变嘛 然后关于零售业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很好理解 那这边这边这个数据是来自IBM的 IBM现在也是大头 可是他们在美国的话 我对他们前景也不知道怎么说 这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他们最近一直在研发一个叫IBM Design Language 然后他们请了就是全美国那些最年轻的 GUAGE sorry whatever 他们请了美国一些非常年轻的一些学生 然后加入他们整个design team 然后希望大家有那些creative的idea 就是比较年轻人的想法 来帮他们干 就是想帮他们公司的整个视觉系统换学 但是我看了一下 我觉得还是挺累的 因为公司实在太大 产品实在太多 整个改的话确实没有那么的理想 但是他们确实有很多钱 砸在那个市上面嘛 当然我这边只是跟大家提一下 大家就是可以看的课外材料 那这边我说的是IBM 他们提供了一个什么数据呢 也就是在逢年过节 也就是好比中国的双十一啊 单身狗结啊 single dog 单身狗结啊之类的 也就是他们traffic了一下 这个mobile的使用率 在一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smartphone也就出来了两三年吧 使用率还没有那么高 但是到一三年的时候已经是五十了 现在是一五年 大家可想而知 这个数值会有个什么样的增长 那这个的话是global的数据了 也就是全球数据 关于email的traffic 一年也是二十 到一三年是五十线的话 一五年我觉得应该是有六七十 还是保守数据了吧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的使用习惯是如何 然后啊这个例子的话还是一样 我给大家找了一个mtv一个news的例子 然后mtv在一三年的时候 他们呢就是整个web的一个team 也就是整个做网页设计的那个team啊 把这个网页在mobile上的浏览重新设计了一下 他们重新设计完之后 这是得到的一些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是92%increase mobile visit 整个mobile visit time span的是三倍的增长 这个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这对产品的意义是很革新的 如果你帮一个什么产品重新设计 能够达到这样的数据的话 我觉得这无疑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我这边说的web.com mobile并不是说就是一个app 它只是说在用手机上的浏览器 去看这样一个网站 但是它这个浏览器是在手机上 或者是在tablet上 那屏幕非常小 所以它整个东西是要重新设计 内容啊字体啊 字体你也可以carry on 但是字的大小啊之类的 你整个hierarchy 整个笔状是怎么样的 就是完全是靠设计师来设计的 这边是mtvnews page 也就是说这边基本上也是 increase social reference 这个是增长了5.6% 不是5.6倍 然后其他也是100%以上的增长 那这个的话可想而知 也就是当你在你的mobile上 设计做改变的话 会给你产品带来的影响 是比你重新设计网站 带来影响要大得多 那无论是已存在的产品 还是说你从零开始设计的产品 都无非我就是想说 请你重视mobile 然后请设计师们从mobile开始想 从mobile开始规划 从mobile开始设计 这边我还有一个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最新iOS的tips 也就是如果你是iOS狗的话 iOS有一个像这里一样的hamburger menu 也就是当你在浏览一个网站的时候 这个是写的 它上面有一个slot 然后这个是hamburger menu 这个是http 你随便看什么网站 你阅读啊豆瓣什么之类的 whatever 那你在点击这个hamburger menu的时候 你点击它 它会把整个页面reskin 也就是说它会把整个 所有这个页面上所有的网广告 然后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插的东西 全部都跟你清光 然后它有个reskin的一个animation 然后非常settle 非常好看的 帮你直接全过滤掉 只留下图片和文字内容 然后大大的简化了页面的反复性 为什么呢 内容上而不是被那些广告所所烦扰 那这个功能其实非常炫酷啊 那很多关于笔记像 Evernote 还有那个Pocket 那些网 那些那个app都有这样的功能 也就是当你在网站上阅读的时候 它可以帮你reskin 这个的话 我觉得这个功能是 感觉是非常酷啊 这个我觉得设计师可以 在大家看一下那些例子 非常非常有用的东西 所以啊 这个给大家提一下 因为之前iOS Tips有看到 我觉得非常有用 也不是什么全新的东西 有其他产品在用的 但只是iOS又把它偷过来 然后给大家广泛的扫盲了一下 所以呢 就今天呢 就是说来说去 就是为下一节课做铺垫 就是为什么要从Mobile设计 然后给大家就讲了一些无聊的历史 但是呢 最后总结性发言啊 也就是说 从PC存在的年代来说 大家看一下29年 毛咕咕咕30年 29年的历史 都比我们都大了 这个PC的存在 存在性 然后它基本上缓慢 可是它还是依然是在增长的 只是增长比较缓慢 它有一些下垂 嗯 可是Mobile存在了多少呢 我这边说的是还是一样 Smartphone 和Tablet 大家数一下多少年啊 现在07年 15年 8年都不到 7年到8年 7年到8年 它就已经超过了1500000 的 The Global Sales 或者说是User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29年和8年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对Mobile的了解 还是非常少的 也就是说 才三分之一都不到 纵观历史来说 Mobile是非常年轻的东西 也就是我们对它的探索 对它的未知是很多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把重心 放到好好 包括我自己也是 可以好好地关注 Mobile这一块 我们现在所学的东西 基本上只是一小块 从以后回过历史来看 这7到8年 我们也许就是对Mobile 才是刚开始了解而已 所以它的潜力是非常大的 基本上就是给大家一个 这样的宏观的一个概念吧 所以下一节课 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怎么样 从小屏幕塞到大屏幕 或者大屏幕再塞回小屏幕 这样一个设计流程 重心也会多一些UI 然后对 基本上就是这样 基本上这节课就到这了 反正说来说去 就是告诉大家 Mobile很重要 就这样 耳朵们拜拜